今天是这个交换圣诞礼物的第三天啊 今天来继续看看这里有什么新玩意儿 今天呢按照规则的应该是交换粘的东西 粘的东西其实还挺要挑战的 你想啥玩意儿是粘的能做一个礼物啊对吧 大笔定是粘的但是不合适对吧 毕竟不是小词了 所以就是过来瞅瞅这交换粘的有什么 我先说一下就是 粘的呢这是我给我抽到的人准备的 我给他准备的是沙拉酱 这个又便宜又粘 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只不过呢我这包装是简络络点 是纯白的 你看这个菲律宾人其实还是蛮注意这个 蛮注意这个过节的 他们基本上所有的礼物都带这个圣诞包装 然后包括里面呢也装这个 但是这个是什么是粘的 我觉得这是个硬的 这是个肥皂啊能摸出来 难道是打的时候这个是粘的吗 所以也算是粘的 这个看不出来了 这个是被钉上了啊没法摸 没法摸 这个不知道是啥 这个也是 这个还有一些 一些粘的啊 这个是 这个是维塞呀我还真不懂啊就没办法 这好像昨天那人没有拿走 这个好像也是类似于肥皂一类的 我就别玩命捏了本身就是粘的 当然我捏出毛病了 真是你看这个从今天开始他们送的东西都开始在这个圣诞包装了我这个确实是 看来入香随俗没入到位啊 就是包装太残点了 好像送的基本上都是肥皂啊 洗发水一类的 小包装洗发水一类的东西 我 我可能太痴迷于吃了 送的全都是 这几天送的一直都是那个吃的东西 第一天是果冻啊 圆的嘛 第二天是 不是 第一天是 软的我送的是果冻 第二天圆的我送的是那个 起居蛋 第三天我送的沙发酱 后面这几天其实我送的也都是吃的 但是有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 好像这里没有我的东西啊 我问了一下 我说为什么没人给我啊 这特别有意思 有一个菲律宾那个工友跟我说 说因为我是外国人 然后呢抽到我名字的那个菲律宾人啊 特别重视这个事 所以呢他决定啊 周六的时候一次性的把东西都给我 所以现在呢 我就不知道我能拿到什么了 看来这个菲律宾人对外国人还是挺友好的啊 反正你听着听有点意思 得了 这是第三天啊 然后明天我们再看 他们能送这什么来 明天好像是送 硬的吧 还是香的呀 明天好像是送香的东西啊 那个就得靠嗅觉 就跟大家扯到这儿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见 就会说明天就会帮她的地方 明天不需要